美国梦还是美国噩梦 华人移民因为不了解美国法律跟规定 面临被美国海关驱逐出境 或是被国税局盯上 使得原本想象中的美国梦变成了一场噩梦 那洛晨最近有一系列的讲座 针对新移民或是有益移民的侨胞 避免美国噩梦的发生 加州DSG财富规划公司董事长游信彦律师 将联合殖民信托律师、专利律师、移民律师 注册会计师以及地产副总裁等六位专家联手主办 从9月17日起一连举办四项免费讲座 主题为美梦成真企业家新移民实现美国梦系列 我们进了2017年的美梦成真的演讲 我们欢迎所有社区的朋友们来参加 我们这个演讲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的 在南加的企业家而且新移民 他们来美国的时候来追求他们的美梦 这美国的梦的成真让他们成真 我的部分就是讲说怎么样子守护财富 用不一样的信托可撤销信托不可撤销信托 及一些保险的部分去守护财富 顺利传承给下一代 节省遗产税、节省所得税 还有节省赠余税 因为现在租金非常的高 大家都想说我也买房子拿去租租 比钱放在银行里的获利是高很多 可是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可能非常没有经验 所以我真的想跟他们分析一下 当你买自己住跟你买投资概念 选择跟税务有什么的不太一样 那我想基本上要跟各位讲就是 美国对海外大追税的最近的境况 会跟各位揭晓 还有就是还喜钱 中国开始还喜钱 对新移民在美国的影响 那还要揭开国税局 为什么会查你的税 我今天也会多讲的就是说 专利侵权或者是说 任何智慧产权侵权的话 还有除了就是上联邦法院诉讼的话 还有其他的方法 好比是说叫美国海关扣掉你的 你的那个侵权的物 或者是叫那个世界联合国组织 让你的侵权产品不能在市场上面销售 有很多人会想要用L1跨国经理的方式先进来 经由这个方式来拿到绿卡 这个的话在两年前还有去年 都已经有排期上的问题 那今年会不会有排期 未来它还会不会是一个 可以避免EB5申请而做的绿卡的申请的这个好处呢 这些我们都会探讨 讲座讨论包括信托及财富规划 在美创业保护专利产权 以及面对川普时代最佳的移民方案 讲座分别在9月16日 Pasadena 9月17日 工业市 9月23日 托伦斯 9月24日 尔湾 下午1点到4点 欢迎社区朋友 一同共襄盛举 中旺电视 采访报导